说五倍券就要上路了 民众可以用记名信用卡行动支付 一卡通悠游卡等数位卡 在个别系统上进行绑定 时间也已经出炉 大家都想问数位五倍券 什么时候能开始绑定 1号拍板从9月22号就能开始作业 个人绑定期限等同五倍券 使用期限到明年4月底 选好之后就不能更改 这次还开放不限户籍的 1加4团体绑定 需要使用被绑定人的实体健保卡 申请时间比较短 直到10月1号 但就怕绑错卡还有五天犹豫期 从10月2号到6号 民众喜欢哪种方式 我应该会个人自己选 自己领 就是可以自己运用 当然是个人的比较方便 一定团体因为每个人 用在不同的地方 不论怎么吧 民众都希望优惠再放大 各部会强着加码 交通部拟发面额1000的国旅券 欠120万份要抽签 初步规划使用期限到明年4月底 但若有民众没有在期限内使用 会作废并重新释出 再给民众抽选 振兴也扩及所有观光产业 原先传出国旅券必须用在旅行社 安排的自由行货团旅 但引起了反弹 观光局放宽适用范围 不论是旅行社 旅宿旅馆 还是游乐园都可以使用 随着五倍券预估10月上路 发券细则 以以出炉 也成为民众最关心的事 TVBS新闻 吴克远离婷台北下方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